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日本那边讨论度逐渐上升的一个说法 就是罗宾被调包说 这个我也是刚看他们那边的一些讨论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就是说,罗宾作为一个经历了四次图木令的天选之人 见到图木令的反应有点过于冷静 他之前受伤的过程语焉不详 而且被抬上单架的一格显示的是白色的头发 当然,这块有可能是画错了 看单军本会不会修正 吴老星人在听到女人的声音时 刻意猜测是罗宾也很可疑 那么现在这个罗宾如果不是罗宾会是谁呢 有人说可能是戴鹏了 他九尾能力可以变成其他人 也就是说黑胡子的人已经前附近战头倒了 那么是什么时候掉包的呢 有人说是吴老星人登岛的时候 片中部的剑文色毫无察觉 可能已经遭了暗算 我个人觉得可能更早一些 我猜可能是搜查06的时候 也就是乔巴阿特拉斯和罗宾三个人去封锁的研究室的时候 那么乔巴和阿特拉斯为什么没有发掘呢 我们看黑胡子一伙人还有谁没有出现 在封城岛和卡普对战的是圣华安 巴斯克 皮萨罗和京志 在圣者岛对战罗了是黑胡子本人 巴基斯 凡尔卡 独Q和壮壮 也就是说除了戴鸿 还有一个没有登场的圣员 就是拉斐特 而拉斐特的能力除了可以远距离飞行摸上弹头脑之外 就是他的催眠能力 如果拉斐特和戴鸿的组队偷偷潜入弹头脑 对罗宾 乔巴 阿特拉斯的三人组忽视偷袭 戴鸿变成罗宾 拉斐特是可以把乔巴催眠掉的 至于阿特拉斯 这个人我们之前一直说过 他问题多多啊 先是让陆飞点餐成为霸王餐通缉犯 然后又招惹陆奇让陆奇上岛 他的真实目的还有待揭秘啊 那么这一章是空白的一百年引发的事件 所以罗宾后边肯定还有媳妇 那么如果这个假说成立 土星人所说的探究世界秘密的人 会不会并不是老背头 而是指罗宾呢 欢迎大家讨论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上帝七点肥猛头子 我们下期再见